我们继续下去 把我们的疫情 疫情现在我们值得讨论一下 但是他不需要讨论很长了 为什么 因为世界疫情在经过了疫苗开放的好消息的状况之下 我们发生了一件事情 是百姓的心态开始觉得 我要被解救了 没有什么问题的 所以说现在的整个染疫的程度又突然飙高了起来 但是老师相信 这个突然的飙高并不会是常态 并不会常态 大家一旦看到这个数字不对劲了 当地的政府会做一些警示的作用 那么百姓一定开始会自律 所以人突然放飞一下 那个是难免的 但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可以做出来的 所以说我们看到疫苗目前施打的进度 例如英国 它是有发生严重过敏的反应 但是基本上那些比较严重过敏反应的两位 他后来也恢复了 所以我们不能说这个疫苗是有问题的 只是它不是很理想 为什么不是很理想 因为它是仓促做出来的 不理想也是很正常 但这样状况之下 未来会不会持续上演 当然也是很难说 但是相信问题不会很大 但是最大的问题是在百姓的放松心态之下 欧美的疫情 它现在上升起来的问题是比较高的 包含了美国 美国单日确诊人数 比较不意外的 达到了每一天28万例的新增确诊人数的高峰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 而目前此时美国的总确诊人数 应该已经达到了1600万人次 当然大部分都痊愈了 这我们必须知道 他的感染率目前从上次老师谈到了4.4 到现在变成了4.8 比例上升了不少 而因病而往生的也达到了288,000 当然按照这个人数不到一两天 大概就突破到30万的大关了 这些病亡人数 我们要去思考到底有多少是因为特朗普的态度 而没有做好防疫的 然后就会染病往生的 哪怕他里面不是全部 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往生子都灌在特朗普身上 这是不对 有些是个人的行为 但是哪怕只有5万跟10万 那么我老是必须讲 无论特朗普他是不是神弦之人 他是不是心地光明 这5万10万的冤魂 他的命再好 他都必须以此付出的代价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因为什么 因为特朗普因为个人的喜好 带着美国人进入了疫情的地狱 对于政治狂热者来说 基本上没有关系 只要喊着美国再是伟大 什么一难杂政都可以过去了 美国No.1 对不对 好像哪里很听清楚 台湾好像也有对不对 而在欧洲 英国跟德国的确诊人数 又回升到单日新增到2万1000人 之前只有一万多人 现在回升到2万多人 因为天气寒冷跟年过节的关系 很多人不服管教 像我儿子最近不服管教 我很生气 2万1000人 让他们的病例开始往回升 但是法国跟其他欧洲国家 目前控制住 还是在相对好的疫情阶段 目前在欧洲 除了中国疫苗以外 其他欧美大厂所出的疫苗 都已经在紧罗密鼓的加紧出货 并且在各地已经开始做施打 而在土耳其 随着他疫情失控 他现在目前大量采购了中国的疫苗 准备要进行大规模的施打作业 而在日本 我们就必须要注意到 日本每日新增的病例 都已经要突破3000大关了 这对于日本人口稠密的国家而言 他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日本人的人的一个生活习惯了 无论是如何 他们都会做成大量的群聚 因为他们的社会结构是这样 而且他们不会去规避任何应酬的可能 这上班上很累 挤中电挤电车 然后你下班还要去应酬 非常辛苦 说造成的病毒快速传播 包括他们新幹線 国内的所有地铁 四通八达是非常方便的 当然也会让整个病毒 在年底要过新年的时候 他们也会回老家去过节 这样传递速度是非常可怕的 如果日本人本身没有觉悟 要全民一起控制疫情 至少你要自律的戴上口罩 那么这个海岛型国家 也有可能会陷入了 跟美国一样的高感染力 这个地方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而韩国美日的新增人数 也都突破到了破千的一个数字 这个是非常要谨慎的地方的 而马来西亚地区也是突破了 每日2000余的新增病例 这个状况也不容乐观 老师还是必须说一件事情 新冠肺炎 他感染到了 目前的死亡率真的是不高 但是确诊之后会有10%到30%的患者 他会有后遗症 而其他痊愈的患者 也不代表他不会二次感染 而我们目前通过疫苗 我们节肠补短的几率来说 疫苗大概都会有85%的防疫率 但是要至少让他们国家内部的一半人都要施打了 这个群体免疫的功效才能够产生 慢慢的产生不是一下的产生 而要达到这个目标 对目前已经开打的国家而言 至少都还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就是在2月以前 你说你要让至少1%的人打到 这个都是非常挑战的事情 所以说传染速度 它是远快过你施打疫苗的生产疫苗的速度 真的要完成大部分的免疫 大概时间也得到2021年的6月 所以老师一直在说 因为这个瘟疫很快就会过去 这个不会拖太久 反正我们都去在这边拖了一年 对不对 但是过去的时候 你一定要做好准备 你有没有足够的实力 你有没有准备好足够的金钱 你有没有准备好足够的准备 比如说你市场调查 或是你自己的竞争力 这些事情你准备好了没有 如果没有 你说大家过去 我们总算重新开始 好 我现在开始积极培养自己 重新再来 赶快争取我的竞争力 那来不及了 因为别人在现在都已经在准备了 那么你在那个时候就说 好 我可以开始了 那都来不及了 好吧 那一切都来不及了 世界舞台能够站上去的就那几个人 是不是你就看你现在有没有准备的事情 好吧 那么我们今天是跟他谈一下我们的土木合相的问题 先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不然他还没穿上来就骨折了 他没敲脑再不错了 他还没敲脑再不错了 好不好 老师话里话外不喜欢川普 老师还是很喜欢他的 老师真的还是蛮喜欢他的 我说坦白的 我还蛮喜欢他的 但是他不能 他到美国的百姓上升了30万这件事情 我们要有公正的评论 而不是我老师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 一个崇拜偶像的想法 你对就对 你不对就不对 你想听就听 你不想听就不要听 就这样 好吗 民主党作弊怎么看 民主党作弊你有证据吗 你有证据吗 你有证据吗 没有你证据都听别人听来的 你手上有证据吗 你没有 你没有 对不对 因为你没有你就听来的 你就说他作弊 为什么 因为你觉得不合理 谁是这样 那个人有做证据 是你 不是你 你没有证据 好吗 你不让你去法院检举 对不对 你不敢 你也做不到 你真的是没办法 因为你只认为你是对的 但是你没有证据 好吗 同心联问题 伊斯兰反对同心联 天主教拉丁人反对同心联 美国人赞成的话 白人就越来越少 需要主越来越多 最后就看南非话 我觉得你的脑袋真的是没有智慧 我真的是觉得还蛮觉得是说你真的蛮有意思的 同心联就同心联 你不会因为你开放同心联 同心联变少 同心联变多 你也不会因为你限制同心联 同心联变少 不会因为这个是在人类里面自然会有的产生 不会因为你开放 然后不是同心联的 他变成同心联 你今天开放台湾已经开放多元成家了 你觉得我会去找一个男人当小三吗 不会 你知道吗 不会就是不会 对不对 难道敬余老师会找一个女朋友吗 不会 我们就是喜欢男人 我们就是喜欢女人 这个是不会变的 你开放跟不开放 不要拿宗教来绑架 宗教是过去古老的传统 他可以被改变 宗教是可以被改变的 如果你不愿意改变 你一直觉得宗教脱系列是邪恶的 那么最邪恶的就是你的心 好吗 不要说退订了 你早点走了 你也根本没订阅 我不差你一个了 哈哈哈 赶快走 好不好 我们一定要尊重别人 我们一定要尊重别人 好吗 灰雷附用石头是6个人 那是流感不一样 台湾有最近发生大地震的可能吗 其实天灾其实不用太去预测 因为雷天雨露 莫非天恩 都是这样子 好吗 有个文章如果我自己训练 觉得很好 我还没去看过 如果有机会我去看一看 大地震那是你不用去担心了 你真的有大地震 你也跑不掉了 你也不知道哪里会发生大地震 我们只要关心了什么 我们还关心我们自己的生活 我们没有在圆满的道路上前进 那是最重要的事情 好不好 那是最重要的事情 好 我们今天要讲到的另外一个方面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讲到 就是说关于六星年珠 还有12月的一个黑暗的时期 老师之前有开一篇直播了 可能不是很多人去看 还有图目合相时期会不会有大变局 这个是源自于印度男孩 很多的主播把他当做的一个主轴 我不断的去提醒大家说 根据印度男孩 根据某些议员家来讲 12月到1月图目合相之后 世界发生巨变 会影响到未来200年 其实这个 其实在那边到一个科技的眼镜 其实现在每一天的日行月曆 怎么讲来讲 好了 你在10年10年以前2010年的时候 你能够想象平板跟这种智慧性手机 都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东西 已经可以影响到你的生活大变化了吗 没有在往前5年 在15年前 你家里没有电视 你会觉得自己好像原始部落 但是现在没有电视 家里不看电视是很正常的 因为你手机追到的剧 你都来不及追晚了 你怎么会去看电视 所以说不要说是未来200年 也不要说未来是多黑暗 任何会造成黑暗的状况的产生 都是人为的 都是人为的 无论是过去我们所看到的西班牙大流感 有千万人上升 甚至到了今天开头讲到南京大屠杀 或是二次世界大战 或者是以后可能引发三次世界大战 这些事情才是人类去导致这个世界的变化 病毒它会异变 病毒因为它也是一个生物 我们不能期待病毒它不会改变 因为这个是地球上我们公平的生命 我们的地球上是有千万种生命 不断的去运行 滋长 他们也不断的进化 不是只有我们人类可以进化 但是我们人类的社会是一个极端自私的组成 任何的疾病我们会想办法把它防御掉 因为它对本来是外族 但是当我们和平之后 我们又开始想办法去除掉我们自己本身的竞争者 就像鲨鱼一样 鲨鱼在母胎里面 它是有很多条鲨鱼会在母胎里面 但是他们只有一只可以生出来 为什么 因为这一胎里面三四只鲨鱼 只有一只打赢了 而且把其他只吃掉了 它才能够生出来 所以说这种状况在人类社会也很常见 真正毁灭人类的一件事情 不是大型的冰河时期的天灾 第二个是洪水 第三个就是人类的战争 除此之外 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惧怕的 因为我们有智慧 我们有双手 我们有人类的团结 但是可惜的事情是 也因为这样而导致我们自己的大方面的变捷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么接下来我们稍微提一下 在未来我们的2021年 我们开始会遇到了一些经济上的一个转折 其实我们可以从刚才美国的经济状态 或他的一个国内的担忧的事情 我们可以延伸出来 中国现在所做的RCEP的紧急的签力 他尽力的去促成RCEP 其实对于整个世界来讲 他是一个未来要三分天下 甚至四分天下的重要指标 老师之前讲过了 很早以前在半年之前讲过 这世界上必然会有四种势力把它分裂开来 是什么 包含了欧洲 美国 中国带领的亚洲 以及俄罗斯 这四个区域会分别带开来 变成四大强权 欧洲他们有这么多国家成为一个欧洲体系 他们不会轻易放弃 而英国现在要进行的应托 他应该是这两天是弹崩了 应托应该是几乎都可以成为定局了 因为这是强制他的职制 他就是要应托 也让他达成了 也就应托了 他有准备好的军舰 在英国的外海 要准备去驱逐那些来捕鱼的一些渔民 这个状况之下 包含了英国他本身的国内 比如说大摩公司 大摩企业他们的组织 已经从英国移走1000亿美金的资产 到了其他国家去 所以你说未来英国能不能在这个世界上 重新占领脚步 这个是很难的 因为他既要去返欧 他又要去防中 所以是说欧洲跟中国所带领这两大经济体 跟英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的 英国如果单独的去跟中国签议了一个贸易协定 那么美国一定很不愉快 如果美国不愉快 英国想做事情也很难 所以英国现在是把自己逼入到一个死胡同里面去 我们常常说一句话前 我们亚洲人很喜欢去从洋媚外 就是说我们应该把小孩送到国外去 老师也有机会也会这么做 但是我们只能够去学习他人家的教育的方式 但是我们不能够相信说欧美他未来经济会跟我们 20年一样 他们会维持着一样心心向荣 那个时代是已经过去了 因为没有办法继续维持世界的平衡 而中国现在要带领的另外一个世界的平衡 就是一带一路跟RCEP 让这整个的经济体连成一条线 我们要去注意到一件事 包含了RCEP里面东协十国 包含了这些日本、韩国、澳洲、纽西兰这等地 我们迁进来的 除了澳洲之外 澳洲、纽西兰还有一个什么忘记了 澳洲跟纽西兰之外 大部分他并不是很倾向美国 拉了其他的欧洲跟澳洲进来 其实就是大家互通友尼 因为澳洲毕竟之前跟中国的感情还不错 还租借了中国的机场 只是新上来的澳洲总理 他拼命的想要当白人及先锋 但是他可惜做不到 所以澳洲现在也陷入到一个进退两难的状况 但是RCEP迁力完就是一个终极目标了吗? 相信不是 在未来的所有的经济状况之间 中国的供需链 会不断的把各国家都联合在一起 谁不跟中国做生意 谁就上世界一半市场 而刚刚好新冠肺炎 会让别人让其他国家 不得不尽量的往中国去靠容 他可以防华为 但是他没有办法防过中国人民币 人民币香不香 在此时上面还蛮香的 好吧 所以说我们要去注意到 我们不要把所有的精力 放在所谓的土木核相 或是世界的一些战争或是疾病的来源 那个是我们的娱乐节目 好不好 这个娱乐节目 我们在探讨的时候 我们要用一种娱乐心态去看 对不对 但是我们实际要看的事情就是 未来如果要发生这些事情 那么你未来的战场在哪里 会看老师节目的你不会是十五六岁 你大概至少都25岁以上 甚至到30岁以上 才是老师的观众年龄层 那么你在这个年纪 你有没有想过 未来的10年你的战场会在哪里 如果你把你所有发展的空间 压保在一个产业上 而这个产业必须是你所身处的国家 或是你目标国家会发生好的 那才有用 比如说什么 比如AI大数据 在未来在拜登的扶持之下 他会做得很好 那么你在AI发展的时候 你不一定要到中国发展 为什么 因为中国给的钱少 我们给的钱太少了 你去美国你的待遇会比较好 你专心做研究 美国的环境可以支持你 这个就是好事 如果你要做一些新创产业 比如说瑞典、芬兰这些北欧国家 他们对于新创非常的扶持 那么你有没有办法从那边做一个跳板 来往亚洲回来重新做 你至少你顶了一个北欧的品牌 北欧的人士 或北欧的公司来支持你做这件事情 那么这些都是一个方式 大经济体是中国 但是不见得只有中国可以发展 在中国目前比较一些僵化的教育体制之下 很多事情要发展是没有这么容易的 我们能够仰仗他的消费力 跟他市场结构的完整 跟他政治的稳定度 我们可以期待 至少他没有选举 你没有选举都没有伤害 对不对 你不会有什么国内的百姓去支持 一个支持习近平 一个支持什么王岐山的 没有 对不对 党说什么就是什么 说政治稳定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你自己的那一个小区块 能够在哪里发展 对你来说才是重要的事情 而不是去指向一些 像我老师这种评论的大方向在哪里 然后你就去走大方向 你没办法走大方向 因为你就是一个人 选对边 那边做对事 看对市场 你现在在这时候 一不小心你就会脱队 因为这个世界发展的太快 好吧 对吧 对吧